康总 您明知道苏小姐是陆总的妻子 还深夜与她对戏 惹人非议 您难道不知道有个词叫做避险吗 陆总 苏小姐去康总剧组 孤男寡女深夜对戏 您要做何感想的 我去想弄她 请问你哪家的 既然是这样 我就坦白了吧 其实他们俩 早在商业的竞争当中 就惺惺相惜 私底下也是很好的兄弟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对吧 博言 康总 你们俩就坦白了吧 对对对 我和陆兄在多年的竞争中 早已成了知心老友 大家互相彼此欣赏 只是碍于公司层面的问题 所以 快握手 靠近一点 这也行 不过还挺有脆皮感的嘛 不过还挺有脆皮感的 都可以 虎 нем 中 我们 我们 芦 honeymoon 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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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简安的打击就太大了 我要和简安开场直播 重新调动粉丝的购买热情 你确定吗 陆总 这个直播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没有我完不到的事 哇 陆总好冷酷啊 陆总还是很帅的嘛 但是感觉陆总好紧张啊 陆总好严肃啊 你看啊 陆总笑一个呀 还挺可爱的 来点亲和力嘛 就是啊 哎 妈妈来了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与小怪兽苏简安的直播间 现在开始希望大家能注意屏幕下方的预定按钮 因为从现在开始 只要每增加一万册的销售量 我和苏简安就会真人还原 小说里的甜蜜情节 好了 那么直播正式开始 厉害呀 厉害呀 陆总这宣传真有一套 学着点 知道了 老板 知道了 现在我让大家看看 小怪兽平常的水滋是什么样子 等等 平常呢 我就被挤到这个角落水滋 非常的可怜 根本就没有地方水 这第一波的福利呢 是还原小说中 男主 文醒 女主的画面 我看 现在距离第一个目标还差九千册 一旦数量达成 我就会亲自文醒 这只沉睡中的小怪兽 请大家抓紧预定了 快点啊 快点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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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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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把第一个一弯撤了 太棒了 快 要来了 要来了 突破十万 绝对没问题 好好好 加油 第一个目标已经达成了 第一个目标已经达成了 我现在要温馨他了 我现在要温馨他了 臭萝卜你在干吗 他醒了 醒他应该怎么办呢 你在干谁视频啊 简安 我看的是直播 你疯了吗你 你在干谁直播啊 谁信你啊 我 打死你我 简安 你注意一下形象啊 真的啊 你不要胡来啊 真的在直播啊 真的 嗨 大家好 我是陆绍的作者小怪兽苏简安 喜欢我太太小说的读者们 要赶紧预订 预订完之后呢 别忘了推送给你们的朋友 稍后我和简安 会继续演绎小说里的经典情节 现在由我来为大家直播 我们现在来到了 著名的情侣路 在这条路上呢 发生过非常多 男女暧昧的情节 所以大家想看吗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出现就下一秒 你也要 剧本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说到 心动的寻慕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和越海又笑 今天开心吗 开心 她们在那儿 她们在那儿 过来她 让我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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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的女主角 工作完之后 疲惫地回到家中 身为总裁的老公 会亲自为她洗脚 老婆 我给你按一按 洗去一天的疲惫 很好 老婆 舒服吗 谢谢你啊 老公 不客气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甜蜜的剧情 就一定要购买我的小说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今天呢 我们要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波福利 就是还原一场创戏 我认为你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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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 你看 不是 不是 社长 你上了个事 你是不知道 我最近喝瓶啤酒 都要掐指一算 你可不可以把奖金 打到我另外一张卡里 好啊 我现在就给洛小夕打电话 看她让不让 不不不 我开玩笑 很开玩笑的 照这个趋势发展 我觉得现在的库存 那肯定不够啊 嗯 把这商人 你现在立马去印刷场 通知他们 马上加印 马上去 赶紧去 小夕 我回来了 你最近怎么都这么晚啊 哎 姐那小说最近太火了 最近忙着家印 还有朴书店 嗯 那你早点休息啊 哎 哎 小心 我最近好辛苦 也好累 但是我的心 都要被掏空了 你再不给我点奖 你 我怕 我就坚持不下去 哎 你好臭啊 先去洗个澡 哎 你好烦啊 我快递了 我先下楼拿快递 别跟着我啊 你快点回来哦 嗯 这么快啊 比我还新奇 来啊 喂 喂喂 你谁啊 洛小夕家吧 嗯 哎哎哎 哎哎 你们谁啊 为什么乱逞人家 我报警了 洛小夕人呢 可那样子不是善惩儿 小夕这是欠了隔离袋吗 好 洛小夕不在家 他要过几天才回来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你是谁 我是他 合作室友 不如这样 有什么事 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等他回来 我再让他联系你 你看这样行吗 我 室友 刷我呢你 不要大头 这里是我家 我凯少 怎么说在桃燃市 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你们不要仗着人多欺负人少 不怕成叔叔被笑话了 凯少 嘴还挺平啊 你怎么说我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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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说你多久没回家了 你妈做噩梦说 你又遇见渣男了 我过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消消灾 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我 这不好好的吗 好好的 他是谁啊 他是我的 室友 我刚才还以为叔叔是道上的前辈 吓了我一跳 小心 你爸他得来 你多陪陪他 我正好呢 要去盯一下印刷厂的事情 我就不陪你们了 不用送了 再见叔叔 你妈的梦啊 还是那么准 看样子你这次又遇见渣男了 爸 我跟江少恺是真心相爱的 爸 江少恺早就不去酒吧玩了 那为什么不当着我们的面 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穿上衣服就跑 那分明就是做贼心虚嘛 你看看你穿成这个样子 谁见谁不怕呀 整得跟社会大佬似的 我多害怕 小夕啊 爸爸左南闯北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渣没见过 就他那样的浪荡公子哥 不值得你托付一生 刚才那个俗样子你也看见了 像不像一个斗败架的公鸡 以后他怎么进我落架的门呢 爸 你不会是又要来三重考验吧 没这个必要啊 少废话 必须按照老规矩办 你就听我的安排 我一定让你见到江少恺的真实面 江少恺啊江少恺 好什么呀你 别搅了 你说这江少恺怎么回事 他怎么就不能承认了还跑了 我觉得他就是没准备好 那你说过两天 他万一激情褪去 万一他又恢复之前的样子 我该怎么办啊 放心吧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才能想得住他呀 这倒是 那万一想不住呢 如果吃不了我就 你就 不过我很好奇 你爸到底会如何收拾他 这一点啊 江少恺只能自求夺福了 凯哥 你都忙了一天了 剩下的交给兄弟们来做吧 你先回去吧 是啊凯哥 那行吧 我就先走了啊 你们加油 拜拜 凯哥 有人找 来了 走 骆叔叔 您 真是太客气了 还专门请兄弟来接我一趟 下次您要找我 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随船随到 坐下 说说吧 跟我们家小夕什么关系 实不相瞒 叔叔 我是洛小夕的男朋友 我叫江少恺 江少恺 我了解过你 江湖人称凯少 专门混迹于酒吧 泡妹妹 叔叔 那些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自从跟小夕在一起之后 我就跟那帮猪鹏狗友 一刀两断了 是吧 小夕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说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事发突然 我不知道您是小夕的爸爸 而且我当天衣衫不整 我还 我 不想让你的印象复分 所以才谎称室友 我没有及时表态 我该罚 我 我自罚一杯 你小子挺上道啊 必须的 咱俩今天 算是正式认识了 您是长辈 我再敬您一杯 爸 您看他都承认了 差不多行了啊 不够 对 不够 叔叔大老远来 那么辛苦 不多喝两杯怎么能行呢 我 我再敬您一杯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 姜照看你不如给我喝啊 让他喝 今天我要好好诚量诚量这下 看他有没有当我洛家女婿的资格 对 叔叔所言极是 是 咱们俩今天 不醉不归 来 我再敬您一杯 叔啊 您不仅酒量好 还养出鹿小夕那么漂亮的女儿 都是您的功劳 这个不仅仅是我啊 还有他妈都功劳 叔叔 您谦虚了 您看洛小夕长得那么漂亮 多像你 摔炸了 这话你说到地儿上了 当年叔叔我 也是村里最靓的仔 小夕啊 明天哪 明天哪 你表妹洛小雨要来陶燃玩 你要好好照顾她 我什么时候多出一个表妹 行行行行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我干杯 我干了 我干了 我去 你怎么蠢得跟猪一样 你醒啦 我去 造孽啊 江少恺大早上 你瞎叫我什么呀你 小夕 你听我解释 我昨天晚上喝大了 我不知道她 该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多的 这是我表妹洛小雨 昨天晚上提到过 大学刚毕业来陶燃市玩 你带她好好逛逛 哈喽 少恺哥 你好呀 一会儿呢 我要陪我爸去办点事 你今天的任务 就是陪好我表妹 顺便把家里收拾一下 我 我先走了 好 姐姐再见 拜拜 拜拜 好好玩 陆小夕 少恺哥 这是蜂蜜水 你喝了会舒服一点的 谢谢啊 今天想去哪儿玩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想去抓娃娃 抓娃娃 对啊 哇 少恺哥 这个好可爱啊 你也太棒了吧 你简直就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 那必须的 我可是夹娃娃达人 我下次再带你去夹 对啊 你就是我的男神 那下次还要带我去夹哦 走 打斗回府 走喽 你少恺哥 那么多年没夹娃娃 还能夹那么多 真是宝刀未劳 这给小夕 少恺哥 你先喝点水吧 谢谢 你放那儿就好 等会我来说 少恺哥 你都陪我逛了一整天了 收拾家务这种事 交给我来做就好了 而且你还帮我夹了那么多娃娃 那好吧 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 那下回我们带小夕夕去吧 可以啊 这小姑娘还挺懂事 小夕 小夕 先会儿吧 别洗了 我已经洗好了 你这个不用洗 我洗都洗好了 反正也顺手一洗帮忙啦 这个我自己洗就好了 这个我自己怪就好了 少恺哥 你平时也这样和小夕姐亮衣服吗 她那大小姐脾气 不使唤我 我就谢天谢地 我不知道像少恺哥这么优秀厉害的男人 为什么和小夕姐在一起呢 我是知道她的 脾气大 爱去酒吧 和很多异性都有交往 小时候吧 仗着家里的地位 她总是欺负我 我跟她的感情 也算是吵出来的 谁叫我那么喜欢她呢 我 少恺哥 你干嘛呀 我 不是晾完衣服了吗 我只要进去了 我在江少恺面前呢 说尽了你女儿的坏话 可是她反而觉得都是优点 从我的评估判断 她是真心喜欢你女儿的 好 知道了 你去领工资吧 谢谢老板 看样子 就进行第二步了 不是吧 爸 你还来呀你 江少恺 不被他人诱惑 八成日 不喜欢这个款 对 为了你的幸福啊 接下来的测试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傻姑娘 爸爸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哪有 小玉走了 人的就是来玩的 还要去别的地方旅游呢 怎么 你想她了 我我没有想她 我想她干嘛 走 跟我去看看我爸去 走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你见到我爸 不能像你平时那样 你必须稳重一点 知道了 要像你平时那样 我来接你来了 你谁啊 我是秦卫 她的未婚夫 秦卫啊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呢 不过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未婚夫 什么情况 乐乐啊 你现在眼光可真的是 不过没关系啊 反正你只能跟我结婚 我们两家是只妇为婚 至于这个人 你玩玩就算了 我说这位朋友 你也太有自信了吧 乐乐啊 你告诉她 我是不是你的未婚夫 看 我今天特地把我们 两家的婚书都带过来了 什么时代了 这是不具备 法律效应的好吗 只要双方家长承认就行了 我劝你要是实相的 就尽快从我们家 乐乐身边滚开 乐乐 我三天以后来接你哦 你 拿着你的话滚 洛小夕 什么情况 他们家从小跟我们家 秦家是永安市当地一个大家族 和我没有什么生意往来 你想打听的话 我也是可以拜托人去帮你打听的 那他们这个婚约到底有没有效 法律效力肯定是没有 我觉得 我也是可以拜托人去帮你打听的 还是要看洛小夕他爸对你的态度 洛家和秦家是视角 肯定偏向对方的 少凯 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是 获得小夕他爸的支持 让洛家认可你这个女婿 好 少凯啊 我要带小夕回去 跟秦渭结婚 叔叔 我觉得您这样不妥 这是小夕一辈子的幸福 您怎么可以强迫他嫁给一个 他不喜欢的人呢 那你什么意思嘛 我跟小夕在一起那么久了 吵也吵过 好也好过 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彼此 因为我们是珍惜相爱的 虽然我们家没有你们那么富有 但是 我答应我一定会给小夕一辈子的幸福 这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你真的在乎小夕的感受 就请您不要忽略她 小夕 开开 好 为了我女儿的幸福 我也豁出去了 我会去找秦家好好地谈 但愿到最后不要发生血光之灾 啊 你为了我